听着手里的录音证据 女房客回想当时情况 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来台北念书跟姐姐在外租房子 两人指控房东对他们不礼貌 会离你近一点 然后摸的方式很快 她是先把手放在你儿子肩膀或者背上 然后很快往下滑下去 当下妹妹都有表达不舒服 你叫什么 叫什么 当时是一对姐妹 姐姐在去年九月上网看到 台北是一间六平大的分租套房 月租一万元押金两个月 对于学生来说算可以负担 也一起住进来 两人都住二楼各租一间套房 发现房东的行为让人不舒服 录音搜证 上个月三十号一起退租还钥匙 到派出所提告 而房东也在隔天到案说明否认指控 其实我跟阿东一直没有 自己接触了 结果要出去的时候 她的侧面碰到我的手头 背喊一下 我跟她说 不好意思这样而已 然后我摸你屁股 她就同步在赶 然后我给她激了就讲一句说 拍她一段怎么样 她的录音这个跟事实都不太一样 搞不好说我会为她来讲 可是后来我听到我妹妹的事情 她还问我说 房东会不会一直想要约她 约我出去 就是出去的时候 她会不会一直想要碰 然后我就说会 那我才知道原来 原来就是原来我妹也发现我一样的情形 姐妹两人原本想说 注意起生活有照应 这位提告 而不是就这样算了 也希望公布租屋惊魂 未来不要再有单身女性受害